烈项五林多 隐谣舒默陋 欢迎收看练影派 大家好 我是小花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电影 无人知晓 惠子和四个孩子居住在一间普通的出租屋里 因为四个孩子都是同母异父 上户口比较麻烦 也没钱上学 惠子只好将他们偷偷藏在家里 并不让出门 不许吵闹 虽然是未婚先育 虽然没有父亲仁慈的爱 一家人却也过得挺快了 在母亲去百货商店工作时 作为长子的名就在家中代替母亲 行使家长的指责 这样的时光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惠子遇到了一个自己所爱的男人 他选择了爱情 放弃了孩子 只留下一张字条和仅有的20万日元 然后悄然离开 在惠子刚走的时候 四个孩子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抛弃 大家以为母亲只是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工作 过一段时间自然会回家 孩子们还是遵循着以前生活的节奏 做饭的做饭 洗衣的洗衣 生活依旧快乐美好 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钱也变得越来越不够用 他们的生活有些捉襟见肘 就在大家都绝望的时候 惠子回来了 给每个孩子都带了礼物 可之后又离开 而这次再也没有回来 不久因为拖欠水被电费 四个孩子甚至连吃喝拉萨都成了问题 久而久之 房子变得越来越臭 衣服越来越脏 然而哥哥明依然对弟弟妹妹们不离不弃 这天妹妹小雪不小心摔倒 哥哥姐姐不知如何处理 明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母亲身上 可用尽最后三个硬币 也没等到惠子的答复 当她回来的时候 尸体已经僵硬 他们像刚开始搬家的时候 把小雪的尸体塞进行李箱 丢在能看见飞机的地方 虽然小雪走了 但他们的生活还得继续 这是一群孩子 一群天真而懵懂的孩子 我们不能预知我们的未来 也不能规避不幸 不幸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 无论怎样 生活还是要继续 哪怕环境再困苦 会笑的时候 你还是会笑的 活着塔头 您是湛蓝的天空 所以你们活着 想起活着手挽着手 所以你们是如此贴近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电影派 天天洗了文 小花与你下期再约 么么哒 我保持下 saved像 超过头人的风音 小花与你 Jersey 我是浅 inf